大家好 歡迎收看iMoneyCafe的孫子史法 先說說股市 股市大概情況是升 全日反覆 最後都能升到110點 收267886點 成交為始活躍 去到1338億 最近都是這樣的成交 今天或最近說股市都離不開說說疫情 最新疫情是怎樣 可以從兩方面看 一方面從香港的情況來說 只是越來越差 據我進來之前 確診的數字已經是 確診的數字到18宗 而且更令大家憂慮的是 過去五天來有五宗 病原不明的確診數字 而且這些數字三宗 是沒有外游紀錄的 屬於什麼呢 沒有外游 沒有接觸的輸入個案 這個情況出現 本地的醫療界 就覺得是比較大件事 就覺得 現在疫情形容為進入了新的階段 非常危險 就說到香港陷於險境 而香港政府也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斷有新的措施 就是防止病原流入來 比如最新要求 要求所有內地來的人都要強行檢疫 總之整個情況 就看上去或聽上去 都好像越來越險峻 這就是香港情況 如單純地說 就好像股市當然是有排執 事實上 昨天兩天 就在無論香港 還是澳門 都有些新的措施 令大家 對股市就開始擔心起來 特別是澳門 昨天的情況就是 就是賭場暫時不要玩了 令到賭股一度大跌 整個形勢 聽起來好像對股市是一般的 但如果從大一點的形勢 無論是從中國疫情形勢 以至全球央行的形勢 我標題幾個字 是水染病毒 股市有救 從這個角度來講 形勢未至於差得那麼厲害 起碼沒有香港的疫情 或者香港市面 所顯示的那麼糟糕 首先講講中國情況 其實比香港 有些好轉 香港內地的形勢 在內媒的角度 起碼覺得好轉了 內媒的形容是幾個積極的訊號 即管跟大家講講 內媒覺得有什麼積極訊號出現了 在中國疫情 第一個 新增的疑似病例 連續兩天下降 沒有越來越多人 出現這個病例 疑似病例 第二個 積極訊號者 疑似 疑似病例 首次是低於確診的病例 現在疑似病例 是23,300宗 確診 24,400宗 確診 換言之 疑似是少於確診 這是第二個積極訊號 第三個 內媒總結委 覺得 好像有好轉 就是 非湖北 確診數字 現在下降 正在下降 第四個 就是所謂 滾動的病死率 即香港的死亡率 下降了 因為疫情爆發之初 這個死亡率曾經去到 3.2% 但現在 就開始回落 去到 2.01% 即2% 這個也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最低數字 換言之 死亡率 一直一直降 現在最新的內地數字 剛才說過 確診24,400宗 重症3,000多宗 現在值得提 死亡率 雖然很不幸 去到490 但是 康復 好消息 去到890多天 換言之康復的數字 進一步拋離死亡數字 從這個角度來講 內地的疫情 在香港還是很嚴峻的情況下 內地病的源頭 已經開始慢慢慢慢好起來 值得大家注意 另一個更加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病情 繼續 在發酵 雖然有好損勢 但是更加值得重要 注視 疫苗方面 現在越來越多 出了有關治療 或者是抑制 新冠狀病毒的藥物 的好消息出來了 之前有一個不少人都說過 美國方面 瑞德西偉病毒的藥物 初步覺得 對抑制的新冠狀病毒是有效的 據報導 美國患者用了這個藥物 本來是重症 直到恢復 前後不用24小時就搞定 之事換言之 好像挺有 神效 這是美國的藥物 本來這個藥物不是這樣用 本來是治療 所謂伊波拉的病毒 現在發覺原來用在這裏 也有不錯的效果 現在 根據內媒報導 這有關藥物 瑞德西偉 就會2月4日 其實 昨天2月4日 2月4日會混底 這批藥物會混底中國 形容 換言之 如果美國病人 雖然現在初步說 所謂美國的病人 可能不是很普遍 不是個個都行 起碼 不是很普遍 就廣泛應用 因為美國病例不是多 這個叫做 孤禮 孤禮 現在孤禮 就說很有神效 現在去到中國 如果能夠繼續有神效 對控制疫情 甚至治療疫情 是非常有幫助 這就是 來自美國藥物的好消息 另一個 中國自己的團隊 衛健委的 李蘭娟 團隊 這位 院士 團隊公佈了兩種 據內媒報導 有效治療 新冠狀病毒的藥物 說療效是比較明顯 兩個名字 比較QK 一個叫阿比 朵爾 一個叫達羅娜偉 這兩種藥物 據說 有效能夠 抑制病毒 令到 不會越搞越和 在體內 越搞越和 搞到你亂殺龍 內媒說 都頗有效 事實上 最後 臨床 實驗是否有效 再等 起碼公佈 初步實驗結果是有效 但是股民已經等不及 等不及 臨床 是不是真是很厲害 已經 率先炒起相關的股份 相關藥股 今天都有不錯的升幅 其中 香港也有份 就是石藥 石藥 有份生產類似 剛才兩個 阿比多爾 和達羅娜偉 有關藥物 石藥也有份生產 根據內地 政權界研究 都可以受惠 所以今天 石藥炒了上去 從剛才這方面 香港疫情差之餘 內地疫情少有積極訊號 加上藥物方面 就算不是徹底治療 都抑制 這個病毒的藥物方面 研究有新的進展 令大家可以對整個疫情 要是繼續小心 但是 就不用過份擔心 加上 點標題那幾個字 水染病毒 股市有久 水染病毒 是央行 全球央行 都肯定是嚴陣以待 而且 不少已經在動手 去應對疫情之下 經濟放緩 或者 所有東西 不利的影響 例如 中國方面 中國央行 人行 過去 周一周 大水猛灌 兩天之間 透過逆回購 投放了 流動性 累計達到 17000億人民幣 那麼多 非常強勁 通常春節後 不會投放那麼多 春節前 會投放多些 因為春節前 通常年關 水緊就投放多些錢 年關後 就很少投放那麼多 今年 當然 非常時期 所以要大水 不斷轟 轟下去 就 提供流動性 一方面 另一方面 港股也好 港股也好 內地股市也好 這兩天 都表現回穩很多 市場都紛紛傳言 內地政府暴力救市 國家都入市 或者另一個說法 總之 中央政府 以至央行 出緊力 撐住 撐住 疫情之下的股市 這是中國的情況 除了中國之外 其他國家 路路續續 都有行動 對抗疫情 包括 泰國 今天 宣佈減息 將息率 從1.25厘 再減到1厘 1厘的概念 是2009年以來最低 2009年 金融海嘯以來最低 對抗 疫情 對泰國經濟的影響 特別 泰國旅遊業 在這次疫情中 遭受重擊 所以要做些功夫 泰國方面 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 在匯率方面著手 匯率宣佈 新加坡員的波幅 會擴闊 說 不知是貶值 所以一說 新加坡員 應聲下挫 延續近排的弱勢 已經去到1.38 剛剛檢查一下美元 這就是四個月以來的低位 換言之 顯示 不止中國 亞洲國家 現在陸陸續續會出手 刺激經濟 提振 對抗疫情 在這種情況下 股市 早前跌得很厲害 特別是上星期下跌得很差 現在陸陸續續出手下 加上疫情 起碼是病源 來自中國的 病源源頭 慢慢轉 或者有積極信用的時候 相信股市 開始有機會慢慢慢慢 回穩下來 你說 好像上星期 紅紅的聲音 下降 現在看來 機會 小了不少 所以總的來說 水染病毒 央行的水 不斷洗手 再洗手 不斷對付 病毒 相信有利 廣估 在疫情之下 求穩 時間關係 講到這裡 都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はい